第105集 糯米是亲生的 嗯 差不多五分钟可以到 乔曼恭敬地回答 看来总裁是打算公开了 所以也毫不避讳 自从那天看到夏末美若天仙的样子 乔曼再也没觉得夏末配不上总裁 而且遇到夏末后 时不时能从总裁的唇角看到若有四无的笑 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所以乔曼也是支持夏末的 但是老爷那边 有些话乔曼不知道该不该说 一会儿到了你亲自送过去 穆罕宇说 好的 乔曼恭敬地点头 有些话欲言又止 穆罕宇看他回答完 没有立刻出去 抬头看他 还有事儿 乔曼有些欲言又止 还有一个在他心里徘徊的问题 以他这么多年跟在穆总的身边 对穆总的了解 即使总裁真的是喜欢夏小姐 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份 结婚契约书 总裁帅起多金 其一场挺拔的身材 浸朗绝伦的外表 比明星还要耀眼 无论走到哪里 那都是焦点 随便一个简单的动作 都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所以这份契约书的拟定 就还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 糯米是总裁的亲生女儿 总裁想要给糯米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糯米真的是总裁的亲生女儿 乔曼还是忍不住地问了出来 嗯 穆罕鱼点了点头 低沉的嗓音慵懒温和 想起糯米那可爱的小妮子 穆罕鱼迷人深邃的黑毛里 闪现一种温和 糯米越来越理不开自己了 今天早上缠着他妈咪 一直要让他一起去送他去上学 而自己何尝也不是 出差的那两天 他真的想小糯米想到不行 他每日每夜地加班 只是为了能早点回来看他们母女 现在他想给小糯米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让他名正言顺地做自己的女儿 至于那个女人 他也给了他一个总裁夫人的身份 虽然只是契约的 但是外人并不知道 所以在他公开之后 那就再也没人敢欺负他 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 嗯 穆总真的打算公开吗 董事长那边 乔曼愁出了片刻才说 他的心情有些复杂 有些忐忑 他不敢再说下去 而且说这些 总裁也肯定听明白了 果然 穆罕宇听到董事长的名字 英挺的剑眉拧了起来 漆黑深邃的黑眸 凌人微眉 我要做什么事 还要经过他同意 哦 不是 乔曼知道穆总有些生气了 确实不用经过他的同意 可是董事长一知道这些事情 到时候倒霉的 还是他们这些做手下的 出去吧 穆罕宇声音冷烈 乔曼立马攻身 用最快的速度退了出去 他可不想出师未竭 身先死 他出去把穆罕宇之前 叫他打印的结婚契约书 给打印出来 装定好 刚想送给穆罕宇 定的花就送了过来 乔曼把契约书用文件袋 给收了起来 收到了抽屉里 然后结果花签收了起来 秘书部的小美女 看到乔曼收到一束这么大 又这么漂亮的蓝色玫瑰 八卦地走了过来 乔曼姐 这些花好漂亮啊 哪个高富帅送的呀 小美女满脸地羡慕 乔曼微微一笑 不是给我的 不是给乔曼姐的 那怎么是送来总裁办 难道是总裁想送人的 难道是要送那个女司机 小美女诧异地问道 总裁的女司机 调到策划部 当策划助理的事情 早就传得人尽皆知 而且夏末之前 当牧总的司机 所以那会儿 又经常上来了一阵子 她还拿过糖 给她的那个 可爱的女儿吃呢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休息了几天 就被调到了策划部去 因为之前来当总裁司机的时候 完全是因为总裁的关系进来的 所以夏小姐 根本就没有去人事部报道 所以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份 大家都以为 她是哪家名门富豪的私生女之类的 没想到 她真的就只是个 没有背景 没有后台的女人 而且据她了解 她还是从小寄人篱下的野女人 她带来的那个孩子 也不一定是牧总的 难道那天 她送咖啡来 是带着木地来的 小美女记得 夏小姐来的那天 打翻了一杯咖啡 结果被总裁叫进了总裁办公室 然后出来的时候 还换了一身的衣服 小美女真的是搞不懂 不说别的 总裁办的美女就有好几个 而且乔曼姐 也是绝对的美色 牧总从来对办公室的美女 看都不看一眼 嗯 乔曼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然后交代 以后啊 看到夏小姐恭敬一点 她可不是普通的策划助理 她将来可是要当总裁夫人的 反正牧总是准备公开的 所以她也不用藏着掖着 总裁已经挑明了夏小姐的身份 她自然是知道该怎么做的 乔曼手中的花 再加上乔曼姐说的话 小美女自然是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只是还有一点 她也是有些想不明白的 既然是总裁的女人 那为什么她只是在策划部 做了个策划助理 不应该做个经理吗 或者总监之类的职位吗 你家总裁的心思 谁能摸得透 乔曼依然是笑笑 说完拿着花下楼去了 留下小美女若有所思的样子 不过也就在乔曼进了电梯之后 这一消息已经在总裁办的办公室传开了 总裁办的人还算是淡定了 策划部的人可就有些不淡定了 总裁秘书乔秘书 竟然亲自过来给策划助理夏末 送来了一束超大树又超漂亮的一束蓝玫瑰 办公室的人都惊愕地瞪大眼睛站在那里 以前他们也只是猜测 夏末是总裁的女人 或者说总裁打算踢开她 所以才会派她来策划部 现在乔秘书亲自送来这么一大树花 就挑明策划助理夏末 不仅是总裁的女人 而且还在盛宠当中 我的那个天哪 这也太令人羡慕嫉妒了吧 不仅是策划部的人惊恶 就连夏末自己也惊叉地站在那里 脑袋嗡嗡作响 这真的吗 这真的是送给我的吗 夏末不可置信地问道 乔曼恭敬地回答 哦 是的 总裁吩咐我送过来的 自从乔曼回复夏末 也是总裁亲自吩咐他送过来的 夏末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接过花的 他呆呆地看着乔曼走开 呆呆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一颗小心脏早就乱了节奏 像小兔一样乱撞 他的心里有种叫做甜蜜的泡泡 从他的心里飘飘然地生了起来 这是他送给他的花 在办公室里乔秘书亲自送来的 他这是要在大家面前承认他的身份吗 他是想把他当成女朋友吗 真的是这样吗 虽然昨天他也有让乔曼送花到家里去 昨天他是以为之前伺候好了他 他给的奖励 那种感觉跟现在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如果他真能跟穆罕宇像男女朋友一样相处 然后以后结婚 小糯米就有一个家了 而且自己也有了一个家 他突然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憧憬 男人那张帅气无比的俊脸 在夏末的脑海清晰地浮现出来 他捧着花朝着自己缓缓地走过来 而小糯米站在旁边高兴坏了 他似乎都能听到小糯米银银般悦耳的欢笑声 旁边的同事都凑过来恭喜他 巴结他 好像都跟他很熟 哇 这花可真漂亮 夏小姐 你可真幸运 夏小姐 你这么漂亮 也就只有您才配得上总裁大人 夏小姐 我跟您一样 也姓夏爱 好巧啊 以后有什么事 您尽管吩咐我 可是夏末全然听不见 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甜蜜的世界里 他真的甜得都要炸了 最后又有一个消息在策划部炸开了 乔曼把花给了夏末之后 并没有马上离开策划部 只是大家的视线都留在了夏末的身上 所以并未注意到他往韩经理的办公室走去 王副经理 本来是想过来看看策划部的办公室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刚从办公室传来了喧哗的声音 就刚出办公室就等到了乔秘书 哦 乔秘书 你怎么亲自下来了 有什么吩咐吗 王副秘书诧异地问道 韩经理刚到楼上去开会 乔秘书这个时候不应该是在楼上的吗 乔秘书本来是想找韩经理的 看到王副经理也想起了 韩经经现在应该是在楼上开会 刚刚她也是被早上的消息给震撼到了 没想到小糯米竟然真的是牧总的亲生女儿 所以她脑海里一直浮现了一些事情 这才把各部门经理都在楼上开会的问题给忘记了 不过她要来找韩经理这件事情 王副经理也是能决定的 乔曼淡淡一笑 对着王副经理说道 总裁觉得项目之前写的那份策划案写得很不错 王副经理听到乔秘书这么说 也大致听出了其中意思 呵呵笑道 是的 我也觉得不错 夏小姐是有做策划的能力的 既然有能力 那就麻烦王副经理给夏末小姐安排一个适合她的工作 乔曼接着说道 应该的应该的 王副经理产笑 总裁亲自吩咐下来的 自然不管是什么职位都得给安排 就算她要自己副经理的位置 自己也得拱手相让 那就麻烦王副经理了 我先上去了 说完 乔曼就走回楼上去了 穆罕宇刚刚特意看了夏末的策划案 明显是有意要提携夏末的 而且夏末即将成为总裁夫人 策划助理的职位也确实有些低了 应该要慢慢地提携上来 夏末原本还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王副经理就走了过来 他拍了下手 示意大家朝他这边看过来 来来来来 大家静静啊 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公布一下 大家一听是有好消息 都停了下来 朝王副经理看过去 难道是要提工资了吗 听到王副经理的话 夏末的好奇心也被勾了起来 他努力地从刚才的开心 跟兴奋中回过神来 夏小姐前天做的那个策划案 写得很不错 被提升为策划专员 极致生效 王副经理笑呵呵地说道 全办公室突然间就更加安静了下来 果然是总裁的女人 面子大啊 才过来几天就立马上了策划助理 其中最为脸黑的就是Amy了 那是她自己一整天都没有怎么上班 焦夏末做出来的 结果却是她升职了 跟自己平起平坐了 这怎么会是好消息呢 简直犹如雷劈了 可是仅仅就在一瞬间的安静过后 办公室就响起了掌声 由Amy带头 然后其他人也不甘示弱地鼓起掌来 虽然有些不甘心 可是她是总裁的女人呢 总有一天会升到一个高高的职位上去 那是必然的 她不过就是来体验一下生活的 可是她既然就在他们的身边 他们就有些不甘心了起来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他们都是辛辛苦苦努力工作 才有了今天的地位 有的做了好几年的策划助理 都还没有升策划专员 而她来了几天就升策划专员 真的是很不公平 夏末愣愣地站在那里 王副经理 你是不是搞错了 嗯 一定是搞错了 怎么会是她呢 自己才做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策划案 而且自己也不怎么会 是Amy教自己的 要升职 也是Amy升职啊 不过 Amy已经是策划专员了 没有搞错 一会儿人事部把升职的工作牌 安排给你 王副经理笑着说道 恭喜你啊夏末 好好工作 前途一片光明 Amy也走了过来 笑呵呵地说道 恭喜你啊夏末 Amy的脸上笑着 心里却是一阵的鄙意 还不是靠着床上妖魅功夫 才能升得直 也不知道总裁看上她什么了 竟然这么宠着她 夏末感激地看着Amy 谢谢你 没有你我可能都交不了策划案 啊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真的是太客气了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 还是可以问我的 我知道的 我一定会好好帮你 Amy答得相当热情 王副经理完全相当的欣慰 嗯夏末 你要不懂的 可以直接让Amy帮你的 升职纲通知下来 我一会儿给你安排个策划助理啊